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仙住在哪儿呢 都在天上 这个神仙住在地上 一般的神仙呢 本领越强 就离玉皇大帝越近 可是他这本领啊 非常大 却不得玉皇大帝重用 他本来呢 有着神仙家族的血统 可是他出生的绅士啊 经常被人质疑和议论 以至于玉皇大帝呢 都对这事挺忌讳 那么这个比较尴尬的神仙是谁呢 就是大家人人都知道的 灌江口二郎神 白菜多折扣网提示您下节精彩内容 杨二郎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 风神榜里面的杨二郎英明神武 西游记里的杨二郎神通广大 宝莲灯里的杨二郎却不苟言笑 不尽人情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纠结身份 让杨二郎有那么多不同的侧面 又是什么样的尴尬遭遇 让杨二郎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尴尬的天神杨二郎 二郎神这个形象呢 在中国古典的神魔小说里边呢 总共有三部书里出现过 一部是封神演绎 这里杨简是玉顶真人的徒弟 保着江子牙 最后武王伐咒成功 杨二郎封神 他第二部书是西游记里边 这个大伙最熟悉了 他带领天兵天将 最后是把孙猴给赢了 这个大家都熟悉 还有第三部是宝莲灯 咱们可能有的朋友看过那个动画片 动画电影 宝莲灯沉 所以这三部书里头 有二郎神的形象 那么这三部书合在一块 咱基本上就把这杨二郎的身世 勾勒得很清楚 当然主要是西游记 你看这个人为什么我说他特殊呢 咱们先说一个 他是能耐 他跟孙悟空这一仗 大伙都知道 也就是他有这个本事 能在大闹天宫的时候 把孙猴降服了 他当时呢 是带着自己手下 叫一千二百草头臣 什么叫草头臣 说白了就鱼鳖瞎蟹 什么这个树精 那个王八经 没有上党次的 就我们跟我们现在说 就土匪改编成这个正规军 就这个路数差不多 带这些人 跟孙悟空手底下的 七十二栋妖王 加四万七千猴兵 其实孙悟空手底还不如打着呢 更刺 最后把这个孙猴给抓住了 当然呢 一个是他带条狗 笑天犬 再探上老君 拿金刚圈往下一扔 所以这么大能耐 你发现二郎神 没有得到重用 刚才我说 神仙都住天上 二郎神住在哪呢 叫灌江口 二郎神 灌江口是哪呢 就是现在四川降水县的灌江口 说住那干嘛呢 就成了管水利的小官了 就等于他的朋友 他的同事 都是国家各大部委的要职了 这个主任呢 那个局长呢 他弄成个乡镇水利站站长 你咱们这今年春节 大年初一上映有一个三地的片子 大闹天宫 里边不是何润东演的二郎神 这么那里头说 玉皇大帝周日发言的 不信任的 派他看南天门 其实那道理和这一样 就你看那个电影里头都反映 二郎神不受重用 所以要勾 这股怨气这是有来头的 就二郎神能耐大 不得重用 而且这个差距简直差得太大了 再你看他的社会关系 孙悟空在天上 当齐天大圣 当毕马温 还结交几个朋友 可二郎神在神仙圈里 几乎没朋友 说他带的一千二百草头神 是什么呢 是蛇经 牛经 马经 猪经 猴经 都是畜生 所以他这里头 鱼别瞎蟹这些成了经 本领不差 但是跟这个神仙比 那规格差多了 所以这二郎神身边 你看看 都这些人 就他没有多少 就有本领的朋友 你不觉得奇怪 他能得这么大 能干这么多事 居然地位这样 这在所有神仙体系里头 独一份 而且更有意思是呢 他归于玉皇大帝拐 因为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外甥 这修纪里写的很清楚 你就琢磨 他是玉皇大帝外甥 他要现在哪个单位领导外甥 怎么也不至于惨到这场路 为什么会这样 最有意思的是呢 孙悟空大闹天宫 天上神仙谁都知道 二郎神能力大 还都知道他是玉皇大帝外甥 最后把这 这这玉皇大帝给闹过枪 但居然这些神仙 没有人跟 玉皇大帝提 请二郎神来吧 二郎神不来吗 谁提的 一个外人 观音菩萨 陛下 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好 好 迎进 观音是哪的人呢 西天如来那边的人 跟玉皇大帝是两个体系 一个体制外的人 跟体制内领头的说 你里边有一人能能替你解决危难 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观音菩萨包举 这才把观江口二郎神请来 然后把宋虎抓住 你就想想 给人感觉好像这玉皇大帝啊 不愿意提自个儿这外人 都不愿意碰 他下级更知道 只要跟玉帝一提二郎神 玉帝敏感 难受 甚至愤怒 咱便惹着雷 为什么会不到危难时候 二郎神都出不来 玉皇大帝为什么 对这个亲外甥这么敏感呢 因为二郎神是皇室丑闻的一个待人 为啥 这就是二郎神的来历 玉皇大帝拿自己这个外甥 当作自己家族的耻辱 为什么呢 西游记里写得很清楚 二郎神的母亲 是玉皇大帝的亲妹妹 叫云华仙子 这个明朝说有本书 叫二郎宝卷 里边专门提过这个故事 这云华仙子在天上啊 觉得人间好 因为神仙是没法通婚的 咱有的说 那怎么没有 玉皇大帝王母娘呢 不对 王母娘那跟玉皇大帝是同事 不是两口子 各管各的 这个云华仙子在天上 一看人间好 我一说这个 咱有不少观众朋友 想起一堆了 哎呦 七仙女在天上看着东勇了 织女在天上看就了 反正天上这女的怎么就喜欢地上老爷们 这就成了个规律 这云华仙子一看人间好啊 男华女爱多好啊 下街了 在雀州城里呢 看上了一位书生 这个书生姓杨 叫杨天佑 为人老实 很有文采 云华仙子喜欢上他的 俩人就在一块同居了 这是非法回音 因为神仙不承认你这个事 你是神仙女神 你怎么能跟 凡夫俗子 普通男人在一块呢 生下了一儿一女 这一儿就是杨姐杨二郎 一女叫杨禅 就是后来陈湘的母亲 三生母 你想这个事 玉皇大帝直到妻子了 我这正宗的皇家血统 你下界跟弱势群体结婚了 了得吗 玉帝脸上乌光 所以要重罚自个妹妹 就把自个妹妹压到桃山底下来 你不配做玉帝 你不守轻规 化作桃山 将其压在桃山之下 如不认错 就永远不要放他出来 这后来这个杨简一点点长大了 问自个儿爸爸 说我怎么没妈呢 他爸爸就说了 你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这时候杨二郎 你别忘了杨二郎是浑血 一半神一半人 有能耐 所以后来又拜原始天尊 同的玉顶真人为师学能耐 学成了之后 拿把斧子刀劈桃山之间 一斧把桃山整个劈出来 把她母亲从里面做成 所以我说这可能会说不对 这不是陈湘批山救母 救三生母 他们家有意思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就这事 所以其实最早传说是什么 是二郎神批山救母 所以你想想这个事情 玉皇大帝当年以此为耻辱 后来二郎神这么一闹 立批桃山救母 天下全知道了 玉皇大帝他妹妹不正经 瞎见跟人家勾的 生个孩子 二郎神说白了私生者 虽然是玉皇大帝亲外上 这个来路有点难堪 所以玉皇大帝认为 你这个杨二郎啊 是皇室丑闻的代言人 你让你这事宣扬出去 我们这玉皇大帝 这皇家贵族 这俩往哪搁 所以玉皇大帝 根本就不喜欢杨二郎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尴尬的天神杨二郎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九魂焚酒 独家冠名播出 还说不中用他 可管他叫二郎显胜真君 这是他封号 这个跟玉皇大帝一毛钱乖 这纯属人自个儿奋斗打出来 怎么打出来 杨简拜了个师父 这个师父就是昆仑山 原始天尊坐下弟子玉顶真人 这封神眼义里写的 这玉顶真人呢 时日求是说能耐不到 跟那几个师兄弟啊 可能跟江子亚能差不多 跟什么燃灯道人呢 太乙真人呢 文殊广法天尊呢 聚留孙呢 和这些师兄弟比 他都比不了 其实杨简心里 他也不怎么服玉顶真人 但玉顶真人这个人智商很高 就看出杨简将来必成大器 杨简没怎么提 拜他为师 他也耐心的教 杨简跟他学了三年 能耐比师父都大 天分好吗 学成直跪下磕头 行拜师大礼 玉顶真人很感动 杨简还记得这恩 其实这时候杨简能耐 已经比师父大了 学成这身能耐 才披山救母 之后 辅佐江子亚武王伐仲 人是利息汗马功劳的 你翻个风声演义 你看江子亚身边 这几个好使的人 杨简是最寰用的 一旦有危难 他都冲过钱了 而且能耐也确实大 杨简去探敌银 到现在还没回来 武王放心吧 他不会出事 杨大哥 是你吗 你在哪 我在猪的肚子里 快砍了他的头 杨兄弟 你又立了大功了 所以后来江子亚封神 封神演义 封神封神是什么 人死了之后才能封神 可是封神演义里边 有七个 没死就活着封神的 谁呢 老李就站四个人 拓大天王李静 金着木着哪吒 再加杨简 维护雷阵子 这哥四个 前头 也是四个 李静 加这三儿子 这都是有根的 原来陈唐官总兵 后来拖塔李天王 有正根的 伟护 跟乖世音菩萨好 伟护就后来是 委托护法 那个雷阵子 是文王的干儿子 所以你说 没点关系 想活成神 你都做不到 只有杨简 是草根奋斗上来的 真有那么大门亲亲 玉皇大帝外甥 拿着事当耻辱 谁都不敢提 所以杨简 凭着真本事 打拼了一片天下 到最后在天上 封他 怎么封 二郎显圣真君 你注意 这几个字 太有学问了 显圣真君 为什么叫显圣 他本来就是圣 他就是神仙 怎么还有个显字呢 意思说 他过去不明显 给压到那 到现在立了功了 才把他显出来 显圣 显圣 有一个词 能跟他比显圣真君 我给你 对环珠格格 为啥 环珠是什么意思 若干年前 在济南大明湖派 碰到夏宇河 这大伙都值得 这掌顾啊 乾隆皇帝 这风流运势 本来的这个 格格是格格 但是流落民间 如同一个宝珠 珍珠 没有显出来 现在回到宫里了 成为正式的格格 这才叫环珠格格 所以显圣真君 好比环珠格格 就这是二郎神 就之所以最后能封成这个形 那完完全全是因为 他自个儿能耐大 干到这程度了 才给了他这么个小 所以你说这个二郎神 本身是非常不容易的 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 才混到现在这个地步 但是由于自己呢 代表着皇室的丑闻 始终玉皇大帝 也不愿意中用他 巴不得给他 拨了得远一点的 眼不见心不烦 那么说这个二郎神 这个遭遇 刚才有的观众朋友 听我说这个 就说他们家怎么这么像 因为咱们看 宝莲灯里头不就是吗 三圣母就叫杨蝉 就是杨简的妹妹 云花仙子的女儿 这个杨蝉按倍算 这有传说吗 二郎神对天上 这九个太阳不满意 抓住两个太阳 拽下来 一看我再要抓那七个 怎么办 没地方搁 想搁这 把两座大山拿来 把太阳压底下 然后那边有七座大山 不行 我抓住那七 我也得搁山压 搁个扁子 挑着七座大山 追七座太阳 你说力气得多大 这是个传说 说明二郎神本是大 这华山搬过来 把自个妹妹压底下 很多人奇怪 你说二郎神不受这个害吗 打小孤苦伶仃的 自个母亲 让自个亲舅舅 给压到山底下来 学成记忆 把这山劈开 母亲救出来 他就是受害者 他怎么能反过来 还充当害人的人 一模一样 是我刚才说 老毛房上睡 一被传一被 他家就好出这个事 他怎么还能 按照这个方式 是在害自个儿的亲爱上 害陈湘 百般阻拦 不让陈湘去救他母亲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分析分析 他有道理 玉皇大帝是以此事为耻 其实杨简心里也以此事为耻 就是往往出身卑微的人 他最后成名了 有的人说他忘本 其实不是 他是以本为耻 他才忘本 他之所以忘本 是不想回忆起过去 卑微惨痛的生活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当你成为显贵之人之后 很忌讳当年有人提起你那些不堪的往事 所以他要用同样的手段 来重复当年的悲剧 所以杨二郎 为什么会重复当年这种悲剧 就是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二郎神了 他已经成为天庭一分子 他已经接受这个秩序 给他带来的种种既得利益 所以二郎神神 反映的是我们人类 非常常见的一种本性 所以咱每一个骂二郎神 这个大人 你好好想一下 自个儿身上有没有这样的倾向 咱们实求是说 不是说我说大家不对 这种倾向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不一样 你走到这个境界来 过去境界好多东西 你不扔也得扔 否则你走不到今天 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二郎神 就看你能不能走到显胜真君那个地步 詹姆斯邦德的原型到底是谁 军情六处的掌门人到底留下了什么传奇故事 德国的原子弹计划 如何被军情六处发现和阻止 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 神秘的军情六处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九国粉酒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